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革新英雄极限升华剪屏 在这部影片我会先介绍 极限升华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以及相关的历史 此外 我还会介绍 这次革新英雄的极限升华能力 以及五个革新英雄的角色定位 极限升华这个系统 一开始其实叫做极限突破 后来为了避免跟突破系统撞名 才改为极限升华 以往只要消耗关卡道具 就能让角色获得极限升华能力 然而 在今年上半年 MH引进了新的极限升华方式 从那之后 我们要消耗对应种族的炎块 才能让角色获得极限升华能力 这个做法的优点是 不用刷关卡的农道具 缺点是成本会提高 我们无法随心所欲的解锁极限升华能力 这个命名方式我觉得很聪明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比较顶的升华能力 我觉得还蛮顶的 界面非常直观 不用什么太复杂的操作 在背包选择角色就能看到极限升华的选项 再点一下就能看到确认视窗 以这次的革新英雄极限升华来说 这五个角色无一例外都是人类 因此我们要消耗的炎块会是人之炎块 每次极限升华的成本会是20个人之炎块 炎块可以从特定关卡的奖赏中获得 每一期的通行证免费奖励也会送10个炎块 如果有购买通行证的话 豪华奖励更会有30个炎块 因此炎块这个资源 对于无课玩家来说 毫无疑问就是一种稀有资源 然而 对于那些有买通行证的玩家来说 炎块会过剩到不知道怎么用的程度 要练满一套绰绰有余 只有在想练复制人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缺 来看到这次革新英雄的极限升华能力 革新英雄一共有五个属性 但火革新与暗革新是一组的 因此总共其实只有四种极限升华能力 这次的极限升华能力比较特别 因为要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首先 能力1的加速效果是五属共通的 在首销全部的自身属性出时 会让自身的CD-2且EP加1 革新英雄在变身后会变成EP制 因此减CD能力只有在变身前能知道效果 加EP能力则只能在变身后知道效果 能力2的极限升华能力就有差了 这个才是他们个别专属的极限升华能力 首先是水革新 也就是冰花 它对应到的极限升华能力是 极必当前所有敌人时可以全补 再来是火革新 也就是肉可可 它对应到的极限升华能力是 消除一组八连以上的火珠石 能量自身四倍功 且自身的输出能无是无数盾 暗革新的极限升华能力也是如此 只是条件改为消除一组八连以上的暗珠 最后是木革新 也就是星月 它对应到的极限升华能力是 开祭时能量自身四倍功 且自身的输出能无是攻减盾 最后是光革新 也就是摩斯 它对应到的极限升华能力是 开祭时能量自身三倍功 且自身的输出能无是拼图盾 啊怎么戒王变三倍 这样子看下来 冰花是其中最不合群的一个 其他四组革新都是给条件集伤 就冰花给了回血 我并不觉得回血这个效果没用 但对于冰花来说有点可惜 考虑火木光暗革新英雄的极限升华能力 星月的情况是最特别的 毕竟星月本身就是在极伤效果 它的EP72也是借王 极伤效益最大为八倍 配合极限升华能力给的四倍 就能让极伤效益提升为32倍 如果让它装备妖请函的话 它的极伤效益更高达72倍 然而 冰花的EP72也自带极伤效果 但极限升华能力却无法让极伤效益更高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很可惜的原因 这会让它的定位更偏辅助 不像星月在特定队伍 能胜任输出的工作 虽然我刚刚点名冰花很可惜 但我觉得它整体的定位非常明确 以现在环境来说 其实有一定的出场机会 反观我刚刚提到的星月 它的技能组在现在环境非常吃亏 毕竟它的72倍极伤 在大多数情况是假的 星月是目属性人类 直观上去想的话 主要有两种队伍可能会收它 木队与人类队 杰跟木哀这两个队长 队伍技已经内建无视弓箭盾的能力了 我们不用特别靠星月去处理弓箭盾 塔死行阳也是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虽然我觉得这个队伍整体不如下游杰 毕竟它几乎绑定一张塔死量 对于没抽棋魂合作的人来说 队伍规格会差非常多 来看一下塔死行阳的队长技 只有那4张棋魂合作的角色能吃满倍率 且落差高达8倍 对于星月来说 单边的队长技只能提供10倍的输出倍率 因此星月就算主动技能有72倍的急伤 在塔死行阳这个队伍也打不出躲高的伤害 刚刚已经分析过现在环境的木队长了 结论就是各种不适合 能让星月发挥的木队长真的非常少 真要说的话只有思路预保 这种倍率吃不满的问题非常严重 星月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但其实火关和革新都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看人类队长 以近两次合作来说 会对应到两个选项 也就是练话同仁与五条五 先不说队伍技的设计如何 电话同仁的队长技只能让SAO与ALO系列满 而且输出倍率的落差高达11倍 在这个前提下 被合作系列的人类成员出出就会很难看 基本上你不用去期待这些人类急伤脚 能打出多高的输出 更遑润自身破盾型的角色了 再来看到五条五 倍率落差会降低到1.5倍 乍看之下好像蛮有希望的 但别忘了一件事 就是五条五这个队伍的解断能力超级强 队长技可以让咒术师的输出无视攻前盾 队伍技可以让咒术师的输出无视无数盾与拼图盾 主动技可以让自身的输出无视固定连击盾与反手削盾 而且队伍的技能轮转速是极快 不像炼化同仁要烦恼技能跳不起来的问题 至于追击零化这种东西 靠五条五主动技就能轻松处理了 既然每种珠子都是武力 我只要想办法不手削那种珠子就好 因此以解断缺口来说 主要只剩下手削属性不相应需要处理 这时候会对应到一个选项 就是弱可可 虽然说火暗革新的极限升华能力是相同概念 戒王的条件都是消除一组八连以上的自身属性珠 自身输出能无视的盾也都是无数盾 然而 这两张卡在现在环境的出场频率差非常多 火暗革新的EPG2 都会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属性定板 自身属性珠有18例 而新珠有12例 那为什么这两张卡的出场频率会有差呢 原因在于 五条五的对档技要求消除三种以上的珠子 靠弱可可配合五条五主动技的弱珠 就能保证消到火星暗三种珠子 然而 如果改成优格图的话 手消的珠子只有暗星 落珠也只有暗珠 因此无法保证消到三种以上的珠子 特别说优格图跟五条物撞属性 关卡如果有五属级盾的话 也会很吃亏 其实在不久之前 我才用过洛可可 就是刀剑神域合作的西枝克利夫梦炎 关卡刚好有五属级盾 后面还有手消属性不相应 其他五个成员已经把关卡的其他问题解决了 今天我需要一个人类队员 他又能处理手消属性不相应 而且他又能打出火属性伤害 就算他本身不是火属也没差 如果技能自带火属性追打也是一个方法 于是我就选中了洛可可 在当初的夏宇杰梦炎也是如此 总之 我在半年内就用了两次洛可可 因此我不会说这张卡退环境 至少 就当时而言是这样 因为他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强的竞争者 叫做 西枝克利夫 说起来还真讽刺 我们用洛可可打完正梦炎集之后 打到的这张卡反而会抢洛可可的工作 道理非常简单 我说我这半年用了两次洛可可 而且队长还都是五条五 这两个对局的需求都很明确 就是手消属性不相应 但以这个需求来说选项还真不少 但夏宇杰梦炎要求队伍要有五属性成员 西枝克利夫梦炎关卡的中间有五属提顿 因此选项会非常受限 西枝克利夫跟洛可可一样都是火人 而他的欺恶刚好也会给我们一个火星盘 洛可可的EPG2就是单纯的火星盘 来看看西枝克利夫的G2有什么能力 全补还原盘面 结版方式变为引爆 还能有一回合的吸收效果 这也差太多了吧 以副加价值来说 西枝克利夫根本完胜 而且他给的定盘 或是一个火14例 新16例的盘面 配合角色猪的话就能手消10C了 更别说西枝克利夫还有技艺页了 洛可可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优势 但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西枝克利夫比较好 洛可可主要的优势有三个 首先 这招不会还原盘面 因此碰到加护猪敌技也可以处理 再来洛可可极限生化能力自带加速效果 因此如果手消属性不相应是在关卡前段 且队伍自带的加速能力不够强的话 西枝克利夫就会碰到跳不起来的问题 最后知道没有状态 碰到宝石这种场景技能的话 可以放心开洛可可 这三种优势对应到的情况 一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次 至于优格族的话就真的很可怜了 因为他的竞争者是安妮亚 瞧他笑得多开心啊 这两张卡的结版类型都是转化 安妮亚能创造出各种好用的盘面 全版暗星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 更别说安妮亚还不像西枝克利夫 有还原盘面跟状态的问题 碰到加护珠敌技一样可以处理 碰到宝石场景技能也一样可以开 优格图就真的只赢在速攻能力而已 更别说这还只是安妮亚的关闭效果 安妮亚主动记得其他附加价值 就更不用我多说了 总体来说 这次火木观暗革新的极限冲滑能力 往自身集商这个方向去设计 在现在环境其实还蛮吃亏的 毕竟现在的人类队长 吃满倍率 冰花点的方向是辅助 也就是回血 虽然说不能配合他的EP饥饿 去冲高集商效益 但以现在环境来说反而吃香 洛可可跟优格图在环境上 都有很强的竞争者 不像冰花几乎垄断市场 毕竟水属性的附加消除真的很少 自带加速效果的冰花 没什么竞争者就算了 换到要连开附加消除的队局 也能派上用场 虽然我说星月在特定队伍 能真正输出与解断的工作 但以现在环境来说 选项真的非常少 然而 我并不觉得星月没料 毕竟他只是在现在环境很难发挥 未来可能有很适合他的队长 至于摩斯嘛 他EPG2的真空回对象是光鼠 直观上会对应到光队而非人类队 但光队要排出的话我会用光八 真的要破拼图的话我会用滑光衔者 毕竟靠摩斯单打点的输出是不够的 你要配其他增仓的话 我滑光衔者也可以配其他排出 目前看下来 我觉得冰花的使用频率会是最高的 对于那些研块有限的玩家来说 我会建议先让冰花极限升华 以上就是我对格西英雄极限升华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题会是 复刻研西长线问题整理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